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介绍的是 银潭静女 白露铭 青春活泼 具少女无限魅力的白露铭 为香港1960年代上旬 最具知名度的新生代女性 身处美女如云的娱乐圈 总是流露羞怯气质的她 却能夺下静女封号 足见白露铭人见人赞的 出众容貌 与她有过几面之缘的 记者赞赏白儿又美 私底下比荧幕上更近之鱼 更称白露铭是少数 能够在阳光下 知粉味师依旧亲力脱俗的 真美女 从影十年 白露铭不仅在粤语片圈 位列一线 也曾主演多部国语片 别于丁浩林波 能够顺利切换不同方言 且听不出口音的多声道演员 白露铭堪称是 港式普通话 也就是简称港普的代表 在游戏人间南北河 与《好诗沉床》等片中 她身陷温柔而马马逮的国语 为所饰演的香港小姐 增添接地气的趣味 白露铭的电影作品 涵盖古今悲喜 记录以传统良善的 正派角色为主 相较粤语文艺片里 专情官女苦情少妇 白露铭受访时坦言 自己偏好讽刺喜剧 一如她在国语片中 机灵聪颖的人设 白露铭本名许丽琼 祖籍广东 香港出生 家中共有八名手足 白露铭位列第三 因此也被称为三家姐 少女时 曾以本名学习乐剧 后拜名林薛爵纤维师 改一名小绿川 是小有名气的年轻花旦 1955年 18岁的白露铭 在就读德真女中时 经干妈戏迷情人任剑辉 引荐于导演蒋伟光赏试 考入专门拍摄粤语片的大成影业 参演首作为《游女万世足》 从而受到瞩目 并获得《银谈静女》的称号 同其作品有 《女大女世界》 儿女私情 《女黑侠》 《乍颠纳福》 《多情燕子龟》 《十三妹大闹能人寺》 《春风带德龟来燕》等 十余部 1958年 21岁的白露铭获电貌粤语组 制片林永泰邀请 与公司签订基本演员合约 加盟首作为 与华南影帝吴楚凡主演的 时装文艺片《美人春梦》 饰演一位因初恋失败 而憎恨男性的怀春少女 此后 白露铭陆续主演 儿心碎母心 翠楼春晓等片 是最受电貌重视的粤语女心 1960年 随着白露铭主演的 苦情伦理片《苦心莲》热映 奠定他在粤语影坛的首席地位 陆续主演 《夜夜杜鹃蹄》 《杀人王大战扭击探》 《傻侦探》 《薔薇之恋》 《苦命鸳鸯》 《一家之主》 《株莲碧合》 《自作多情》等 与此同时 白露铭也在公司的安排下 接拍国语片 和同样受电貌力捧 年貌相当的《小情人丁浩》 《双生双弹》主演时装喜剧《游戏人间》 《南北河》 《南北一家亲》 也曾与林翠 《乔洪合拍《好事成双》 与雷震主演文艺片《人之初》 赴台拍摄战争剧作《碟海四壮士》 应联合影业邀请与赵雷合作 古装黄梅调电影《卖油狼独战花魁女》 以及客专参与《宝莲灯》 期间白露铭也和分庭抗礼 之前效力少世的《银潭玉女》 林凤合作粤语喜剧《福慧双修与旧爱新欢》 1964年电貌解散粤语片组 白露铭顺世弹出影坛 隔年27岁的白露铭 与大律师沈臣结婚 女儿沈志慧为现任香港区域法官 白露铭吸引后声剧简出 形势低调 鲜少于娱乐圈往来 的确我对戏剧是十分爱好 先是看乐剧、广东大戏 并且我认识了些乐剧界的艺人 任建辉女士是我的气娘 白露铭少女时曾拜在 《乐剧名林薛觉仙门》下 尽管扮向身段婆家 却碰上传统戏曲走下坡 于是抱着姑且一世的心情投考电影公司 经过三年历练 心图颇佳的白露铭 被给予扩张粤语版图的电貌向众 力邀加盟 一入公司 就安排与资深 演技派红星吴楚凡搭档 眼镜形是一片大好 但白露铭最初几部作品 票房却差强人意 力捧而捧不起的窘境 一度是记者笔下 差一点变成有名无实的纸上明星 索性由白露铭 罗健郎主演的《伦理片苦心连》 在香港东南亚街创下超高卖座记录 甚至超越电貌多部顶级制作的国语片 祝白露铭就此心运亨通 稳居粤语片的一线女星之鱼 还皆也数不国语片 是极少数同时跨足国粤语影坛的双旗明星 白露铭的代表作《苦心连》 描述白露铭饰演的少妇白矮莲 虽与罗健郎饰演的丈夫 伟超长感情恩爱 却因出身韩伟而不被夫家善待 超长因终日战争失去音讯 后更传来遇难恶耗 之后公婆亦相继离世 矮莲不仅得独自养育女儿着怜 偿还公共赌债 还得拒绝不怀好意的超长表哥送圆饼 尽管生活轻苦 她依旧不改旗帜 苦后超长归来 其间超长偶遇圆饼 圆饼因怀恨在心 诬陷矮与人私奔 超长悲愤下转而与爱慕自己的 伤行之女舒孟玉共组家庭 抗战胜利后 超长与矮莲重逢 却因误会她变心而口出恶言 所幸知悉内情的故旧解释 超长解开误会 就回于头水自尽的矮莲 此时梦运病重 临终前成全超长与矮莲 苦心莲虽属粤语片 常见的家庭伦理题材 但由于剧情细腻扣人心弦 加上演员皆属一时之选 一上映就在香港东南亚造成轰动 片中 银潭静女白露鸣 与天才同心冯宝宝 母女相拥而弃的画面 更是将孤儿寡母的催泪效果发挥至极 特别的是 根据苦心莲的制片 斗汉勋回忆 该片故事大纲 源自一位台湾作家的投稿 无怪剧情结构 与台湾苦心莲剧颇为相似 电貌购入版权后 先交给编剧 卢宇奇写成剧本 再请播音员李我在商业电台 以天空小说 也就是广播剧形式讲述 透过他活灵活现的口条及稍加润式的剧情 故事很快传遍大街小巷 天空小说一路讲至苦心莲上映前 大批听众顺势转为观众 创下首作级满印的盛况 苦心莲之后 白露鸣的心运豁然开朗 电貌官宣杂志国际电影 几乎齐齐都有他的相关报道 从开拍电影出席影展 赴南洋随片登台 到私生活点点滴滴 都是值得一输的题材 期间白露鸣经常与同受力捧的丁浩初双入队 两人一同踏青合作拍片 甚至在白露鸣首度主演的国语片 游戏人间扮演情侣 俨然是最受影迷喜爱的闺蜜CP组合 实际上白露鸣与丁浩无疑是当时 最被电貌器重的新生代天之娇女 丁浩受总经理钟启文毫不避讳的力捧 白露鸣则为钟启文麾下大将斗汉勋 也就是苦心莲制片所以重 至钟启文离职丁浩地位大减 新上任的林永泰却依旧器重斗汉勋与白露鸣 只是变化往往就发生在一个变故间 电貌主持者陆云涛在台英飞机失事罹难 没有老板不计十本的支持 赋予几番人事更迭 林永泰斗汉勋相继离职 致使白露鸣失去重要支柱 此后电貌先是本身解散粤语组 令当家花旦无戏可拍 后外借白露鸣于明星影片拍摄 粤语时装喜剧《冒牌丈夫》时 他因不愿排名与戏份赐予另一位女主角 林凤而辞演 本来可以善聊的小事 为了 出来炸到的电貌高层新冠上13把火 认为既然是白露鸣违约在先 就该寻法律途径解决 不应以感情论事 最终公司以拒借出外拍片为由 以留置停薪方式将白露鸣冷藏 持续迈入1964年底 曾经应届不暇的忙碌片曰 专眼谨慎清闲 他受访时难言感慨 又没有拍片 闲剧在家修心养性 倒是一乐 不过我倒不希望尝此下去 否则会变成蛛米大虫了 尽管电影事业遇到瓶颈 白露鸣的感情却即将开花结果 对象是出身澳洲华侨家庭的青年律师沈成 1965年3月20日 两人与香港深约亥教堂结婚 婚后进行围棋七周的 欧美蜜月旅行 返岗后 虽一度有婚后继续拍片的传闻 但最终人决定回归家庭 彻底挥别荧幕 关于自己的感情问题 白露鸣少女时 曾在一则白露鸣的私生活报道中 谈到心目中理想的对象 除年龄长5至10岁 许有正当职业能安心工作 非演员等择偶条件 还有一项 不希望她样样依从我 但要讲情理 对比日后的结婚对象沈澄 除年龄紧大白露鸣2岁 稍嫌年轻外 其余皆十分契合她的理想 尤其是讲情理一项 不仅丈夫由此特质 被誉为最美丽法官的女儿沈志慧 也继承此优点 她因判案果决言明 判辞中肯 为香港网民赞为女包公 大家叫我静女 我实在不敢当 其实我平常很少化妆 除非是登台或者演戏 我才浓妆 否则我总是喜欢淡妆的 我觉得淡妆似乎使一个人比较真实些 人总喜欢对人真实些 喜欢人家看到她的真我 自入影坛就与静女两字结下不解之缘 以白露铭为主题的报道 总不离美丽漂亮一类形容 耳闻旁人对自己的赞赏 面露亲切笑容的白露铭 总是谦虚地惋谢 谈到静的秘诀 她表示游泳和沐浴是两大要点 前者可调剂精神和增加健美 后者则可除去一天疲倦 十分有益身心 至于化妆 自述常以淡妆世人的白露铭诚恳道 我不用很多化妆品 用化妆品只能衬托你的真实 不能用它当作油彩 把脸部重新改造 初出道时 白露铭的脸庞仍薄有几分婴儿肥 短发造型俏理可人 亲切宛如林家小妹 几年过去 她也梳起时髦蓬松的贵妇发型 展露二十几岁的亲手风采 作为一线女星 白露铭不止静也静 不耗应酬含有负面新闻 尽管同期的青春粤语女星 多如过江之际 但只要说到静女 无人不想到白露铭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